5月22日,国内媒体军大篇幅报道了西安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级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高性能条纹相机通过人收的消息,报道称,超高速成像,是观测涉害事件的时间放大技术,可以延长人影的时间分辨能力,条纹相机正式实现这一维观和超快过程探测的必要手段, 也是唯一同时具备超高时间分辨与高空间分辨的高端科学测量与诊断仪器,更是惯性原数据变的国家战略高技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诊断仪器,作为十分敏感的尖端技术。 潮玩相机的国际实术研究成果,及旗舰设备的共享性很低,国外相关的技术对我国实行严格的封锁,对潮玩相机也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 但项目的研制成功,对我国经历测量仪器水平的提高,以及打破国际封锁, 既该进口,实现超快诊断相关技术与仪器的自主研制生产, 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国家战略高技术及前沿科学,领域的需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性推动作用, 解决了我国条文相机这一奥多科学仪器受制于人的究竟, 大家知道,人影的是绝散流时间,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正因如此电影一每秒二十四帧的频率播放时, 人也感觉出来的是连续的图像而非间断的, 那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希望看到图像瞬间的细节, 知道现象的发展规律, 这就需要有一种工具,把顺便的图像冻结, 能完成此任务的,就是高速照相机或摄影机, 可以说,显微镜实现了物体在空间上的放大, 而高速照相机或摄影机,是实现了时间上的放大, 普通高速照相机或摄影机的发明, 基本满足了记录宏光物体运动和变化过程的需要, 如此的宁重物体的瞬间, 运动员的跑步姿态的每个细节等, 但这类光学记录仪器,并不能满足人们更高的要求, 例如为了记录核弹爆炸瞬间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绿图像, 人们又发明了吩咐相机, 我国于1966年研制成功的转镜式, 等待行吩咐全自动超高速摄影机, 拍摄频率为250万伏每秒, 最大工作时间5000分之一秒, 曾成功地拍摄到我国清单起爆瞬间的连续照片, 以及清单爆炸的关键原理性照片, 并获得精细的图像, 那以后进行同类试验, 理论与实际爆炸有何具体差异, 以及如何改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意志, 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过过于同期, 开始暂停核试验, 由于我国核试验次数较少, 是最后一个暂停核试验的核大国, 要在暂停核试验后, 如何保证我国核力量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是我国相关机构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早在1964年, 我国主名科学家王战昌, 就独立提出激光模拟核聚变的建议, 所谓激光模拟核聚变, 就是应用高能强激光照射, 在机油部的热和武器的裂变爆炸产生的高温, 高压条件, 是一个数毫米直径的装有刀, 看着燃料的响丸, 产生聚变反应, 激光核聚变的把玩就相当于一枚微型核聚变炸弹, 通过设计不同聚变材料的把玩, 既可以设计新的类型的核弹, 也可以检验原来核武器的可靠性, 据资料报道, 由于核武器材料无时无刻都在刷变, 住存多年的核弹头, 很可能在战时无法引爆或威力大大减少, 因此有必要经常抽查核武器的有效性, 美国最开始是使用影漆核誓言的方法进行检验, 在核机式条约生效后, 美国除了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模拟, 更重要的是利用激光模拟核试验进行检验, 具资料称, 通过激光核试验, 美方发现了进行战斗直前的某类核战斗武器完全失效, 无法完成核去变爆炸, 随后对之进行了几集更换修复, 而在激光核试验中, 发现核战斗不失效的重要证据, 就是条纹相机拍摄的照片, 条纹相机与分幅相机原理完全不同, 但极限时间分辨比分幅相机高, 在几百个分秒左右, 即一秒钟可拍摄500万亿幅照片, 而最先进的分幅相机, 也只能做到每秒钟拍摄1万亿幅照片, 因此在激光模拟核剧变中, 势必不可少的试验遗迹, 由于条纹相机是目前唯一可拍照飞秒级的工业相机, 在化学反应、植物光核作用研究、 高能粒子等秘用领域, 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国际上条纹相机最先进的国家是俄罗斯、 日本、美国, 而商业化做得最好的是日本币松公司, 据资料透露, 该公司生产的条纹相机属于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的设备, 凡是有核物理专业的我帮大学, 都不能够买日本冰松公司的条纹相机, 其他大学要买, 实际美国政府批准, 并在其相机内加状GPS, 因为系统和多种房拆设备, 以及与网络连接的装置, 如果离开指定地点, 就会自动失效, 无法工作, 并向美方报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